中文字幕 李宗盛 先将松阪猪肉用油炒过 就连搭配的食材 姜片 杏鲍骨 还有香豆 也都必须要先放在锅里炒过 连后再用在地製作的铁子油 从酸辣到辣椒做会烘香 最后再用大会的鱼菜 一道好吃的茶油松阪肉就完成了 也让这道菜的客户 是吃得相当充足 用松阪猪肉 杏鲍骨 姜片 香豆 辣椒 蒜苗 当然也还有最重要的铁子油 这是六高兴一间餐厅 为了要让菜式充满在地烘味 所特别招配的料理 松阪肉它最主要是含的油脂相当丰富 那我就是抓住它那个油脂相当丰富的特性 然后我们结合我们 我们路骨香当地的那个茶油 然后下去结合一道 一个相当有在地特色的料理 鱼菜也会用油脂肪 尖叫做鱼菜 鱼菜 鱼菜也会用油脂肪 尖叫做鱼菜 尖叫做鱼菜 鱼菜也会用这间餐厅 非常有特色的料理 有那种味道 又有那种甜感 觉得蛮好的 蛮顺口的 南瓜 我喜欢吃这个南瓜 它的南瓜 比较爽 比较水 我就是用南瓜 然后也是搭配鸡肉 鸡腿肉 下去搭配了一道很可口 吃起来相当香甜的那个料理 总部才是用20多年的经验 真心料理充满在地风味的菜色 好吃的煮味 也想说去他们消费者的味 在这里开场报道